好 吴家彪掌我们来看铜板小吃 那么最近人物料涨价上奶粉呢也都在涨 在南投有名的爱心红豆薄说快撑不住了 他意思意思涨了一块钱 还有另外一家由70多岁老夫妻卖的红薯饼呢 十多年来都没有涨价15块 老板在招牌上就写着不涨价 他相信薄利多销顾客自然上门 鲜艳的红色薯饼在铜板上煎得滋滋作响 这色香味三重粥让人光站在旁边 就整不住食指大洞 南投这家由老夫妻一起卖红薯饼 十几年来一直维持15元的价格 附近其他摊贩早就已经涨到了20元 老板还是不涨 客人问他怎么不跟着涨呢 被问怕了干脆在招牌上写着大大的三个字 不涨价 薄利多销 主人才有人要买 许多在地人熟门熟路 都特地来买这佛心来着不涨价的红薯饼 这真的是蛮便宜的 而且在涨价的状况下 我去菜市场都饿死了 所以来这些食物都来这买 这包很省的包啦 另外也是在南投 这位爱心红豆博总是开着小货车 将暖呼呼的红豆饼 送给各个偏远地区的小朋友 因为原物料飙涨 先前差点撑不住 还好有厂商知道了 表示愿意加入红豆博的行列 但最近到红豆博的摊子光顾 会发现怎么悄悄涨了一员 虽然从7块钱涨到了8块钱 但红豆博爱心不变 每个月还是会载着他的爱心红豆饼 到各地让小朋友们吃得开心 中天新闻周大祥南投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